嗨,大家好,我是阿四 我终于来给你们录化妆视频了 今天就是一个完全素颜 刚涂了一个面霜 就直接来录视频了 希望你们不要被吓到 然后最近有点长胖 那我们今天就来化一个妆吧 今天所有的产品呢 都是由LA girl这个品牌提供的 如果就是有人不喜欢这类的合作视频 你可以等着看下一个视频吧 如果你比较 如果你对这个品牌比较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跟我今天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个品牌的产品 这个品牌呢就是一个美国的开价彩妆品牌 基本上如果你是平常比较关注彩妆 或者是你已经 就是花了一段时间的妆了 应该都知道这个品牌了 因为它就是以价格低质量好这种高性价比 然后火的嘛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上妆吧 我第一步是会用一个这个 他们家的这个叫什么 妆前对 它是一个这种 透明的感觉的 就是来填补毛孔的这样的一个 我是这样块的那个毛孔比较大 所以我就直接涂在这里 这样子的妆前就你不要涂太多 基本上的话 都是只用在T恤和脸颊的位置 好这样就可以了 下一步呢我们就来涂一个遮瑕 就是在上底妆之前先遮一下黑眼圈 和一些像这种泛红的地方 这一次呢我是收到了 LA Girl寄过来的四个遮瑕 这两个是比较肤色的遮瑕 一个深色一个浅色 浅色呢你可以用来做眼下的提亮 那深色这个比较偏黄的呢 你可以用在眼睛下面去遮黑眼圈 或者是比较暗沉的痘印之类的 那我们就先用这个深色的肤色 来遮一下黑眼圈 它这个地方是有刷头的 所以就直接涂就好了 然后呢我是习惯用一个这种胖头遮瑕刷 把它晕开 这个遮瑕的质地呢不算是滋润也不算是比较干的那种 所以比较适合 怎么这么亮 所以比较适合可能偏油 就是混油到油皮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遮瑕 这样子的话基本上这个黑眼圈就被遮住了 如果你的黑眼圈是像我这种不是非常严重的 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肤色的遮瑕来遮 如果你是比较健康肤色 然后黑眼圈的问题比较严重的话 可以用它们在这个橘色的遮瑕来遮 这个的话就是可以把你的那个很严重的黑眼圈盖得很好 然后你后续再去用粉底或者是肤色的遮瑕去遮盖它 这样子你的黑眼圈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好现在是遮了那个眼下嘛 然后再来遮一下我的泛红 我是会用这两个颜色调和来遮 因为它这个绿色的遮瑕呢 你们可以看到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绿的一个质地 所以我怕伤在脸上太绿了 所以再用一个浅色的给它这样调和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自然了 调出像这种带有青色的一个肤色的感觉 然后就遮在鼻翼的位置 然后就遮在鼻翼的位置 好了 你看这样子你的鼻翼周围的泛红就完全看不到 好 涂完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下一步呢就是来上粉底液了 粉底液的这次我是收到了它们家三瓶 一个641一个642和一个643 这个641我收到之后是非常惊讶的 因为我第一次见这种纯白的粉底液 它这个粉底液呢就是你可以调和你任意的 任意的你觉得色号偏深的粉底液 就还挺好的 就是一个特别实用的颜色 因为它们家的这个粉底 肤色的粉底液呢 都是黄调比较重的 就是对于我来说 就不太是我的色号 所以刚好我就可以用这个白色来调和一下 我今天会用到641和642 这两个颜色混合 挤一泵的量 你看它这个粉底液其实流动性还蛮强的 再挤一点这个白色 这个白色挤非常少量就可以了 要不然的话 会太白 这样子 然后把它混合就可以了 混合之后的颜色呢就比较浅了 比较适合我的肤色了 然后就直接涂 然后就直接涂 它们的那样 尽量用手指把它拍开 抹开 再用这个海绵蛋 把它拍开 像是 脸颊的位置 还有一些你瑕疵比较多的地方 你就可以上两次 好啦粉底液就上好了 它这个粉底液因为是HD的嘛 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那种 在镜头里非常好看的那种感觉 你们看在镜头里的话 我的整个脸是 基本上是没有瑕疵的 我觉得它的遮瑕力还是挺好的 而且一点都不黏 它是一个比较 甘爽 比较奶油肌的一个感觉 不会有那种非常非常高调 非常明显的光泽 但是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有一个很自然的 像是肌肤本身光泽的那一种低调的一个光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画一下眉毛 就是立刻来把眉毛画一下 要不然我真是受不了 我这个没有眉毛的样子 然后眉毛呢 用的是这个 这个包装我觉得超级可爱 像一个饼干盒一样 而且它的质感也是挺好的那一种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不太是 我印象中开架的那种产品的样子 真的质感还是挺好的 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嗯 这是一个塑料膜 嗯 里面是有四个 一个是眉蜡 一个眉不高光 和深浅两色的眉粉 还有一个眉 这边还有一个眉夹 我不知道放哪去了 以及这样子一个迷你的双头眉刷 先用这个 这头的眉书 把眉毛先整理一下 然后用这个深色的 深色的眉粉 画一下眉尾 我基本上是不怎么用眉粉的 所以我用眉粉的 画的话 我是觉得我有一点不顺手的 好眉毛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再拿这个眉书稍微的 给它整理一下 给它整理一下 好 这个眉毛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用眉粉画出来的眉毛都是比较自然比较柔和 线条都是比较柔和的那种 就我不太会用眉粉画出那种 像我拿眉笔画的那种 很有线条感的那种眉毛 它这个眉书我觉得是挺好用的 就是那种软硬适中的 但是它这边的这个眉刷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用 可以看到它的毛有点炸开的那种 然后它这个横截面呢 是一个比较有点松散深浅色 都是比较实用的那种 不会有发红的感觉 那我们接下来就画眼影的部分 眼影的话 这次他们家是给我寄了两个眼影 一个是这个 463 一个是475 他们家这个眼影我收到 我是蛮吃惊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一个开架的眼影的话 这个包装一定就是做的很薄很软的那种塑料嘛 但是其实不是 你看它的这个包装 它的塑料是非常非常厚 然后非常有质感的那种硬的塑料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包装 你听都是那种很扎实的感觉 这个包装做的还是挺好的 他们家的这个眼影牌真的是超级超级火 就是那种性价比非常高 然后粉质又特别好的那一种 我今天打算是用 我今天打算是用这个463 就是比较浅色的这一盘来画 我觉得比较适合我 这个的话我之前就有用过了 用这个 这两个颜色我画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眼妆 当时也发在微博上就有很多人问我这个眼影 这一盘眼影呢只有这一个颜色 是珠光好像看起来比较明显的 其他的这几个颜色呢都是 珠光非常非常细致的感觉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试色 我是用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来做一个 比较简单的眼妆 这个比较有光泽感一点的这个细珠光色的话 可以用来打亮你的眼头 我刚才画眼影的时候没有录进去 我是用这种一个眼部的类似于阴染刷把 然后占去了这个比较浅的粉色 大面积的铺在眼睛上 就是还挺温柔的 眼下也 稍微带一下 然后再拿一个这种比较扁的这种刷子 刷一下加深一下这个 下眼睛的地方 上面呢也稍微加深一下 我画眼罩呢就是很没有技术含量 这个就是众所周知的一件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见一下 我就是直接这样加深一下眼尾就可以了 因为我自己平常化的妆 这边眼睛也是一样 稍微加深一下就可以了 稍微加深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再用一把干净的晕染刷 把它扫一下 扫一下周围 让它不要有那种很深硬的边界感 好啦 眼妆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非常非常的简单 下一步呢是 就是 来画睫毛和眼线的部分吧 就是他们家这个眼影 我觉得粉质真的是挺好的 然后 颜色的话 它虽然说 虽然说饱和度没有说 非常的好 但是对于像我这种 本身换眼影不是特别特别好 然后不需要 暈染的功力也不是特别好的 这种人来说呢 你就可以 就真的不需要那种 颜色特别饱和的眼影 只要这个眼影好看 然后粉质比较好就可以了 他们家这个眼影呢 就是你看 是稍微有一点点飞粉的状况的 就是刷子放上去之后 它会有这种粉跑出来 但是我自己呢是不太介意飞粉 而且我大部分情况都是用手指指甲来上眼影的 就是本身的眼影就画很简单 所以就觉得没必要用刷子来上 涂一个睫毛 好 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睫毛膏 直接来刷一下吧 我今天没有涂那个睫毛搭底 所以来看一下它怎么样 它这个刷头还蛮不一样的 它的这个刷头还蛮不一样的 它是这种扁扁的刷头 你看它这里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转过来这一面它就比较宽了 这种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是 你在刷下睫毛的时候不太容易蹭上 然后这个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是膏体比较干的那种 刷出来是这种比较根根分明的效果 不是那种刷出来会特别浓密 蜂蚁腿苍蚁腿的感觉 就这样子的 你们看它跟我本身自己的睫毛 嗯就是那个质感就很像 只不过是更长一些 我的下睫毛真的太短了 所以我放弃了 每次刷起来都很麻烦 这个睫毛膏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它适合本身你的睫毛 就比较长 比较浓的人 因为它的膏体太干了 所以它不太会有那种 很出色的浓密效果 如果你本身的睫毛就算 就算是长并且算多的话 它刷出来的感觉呢 就是这样子的根根分明 不会让你的睫毛看起来 很苍蝇腿很厚重的感觉 然后来画这个眼线 这个是他们家的眼线笔 这是他们家的那个眼线笔 这样子的 它这个头还是蛮细的 好黑啊 它是那种 它这个好像是海绵头的那种 真的漆黑 老实说我真的从来 我基本上是没有用过黑色的眼线笔的 所以我很怕 这种应该是比较适合画欧美妆的那种 还是可以 我觉得我本来会以为它效果会很夸张 没办法画出很细的线条 但是其实它画出的线条还蛮细的 因为我平常呢 我都是只画眼尾的嘛 好 这个就是眼线画完的一个效果 它虽然是比较黑 然后是海绵头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画出来的线条 也是可以非常非常细的那种 虽然是纯黑色 但是也没有说非常夸张 非常犀利的那种 这个眼线笔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而且它应该是挺防水的那种 真的是很黑很黑 如果你在找那种超级黑的眼线笔 那你真的可以去试一下这个 鼻影的话 它们给了一个这种高光修容腮红盘 那么看 这个高光存在感很低 这个修容色的话 对我来说太黑了 这个腮红的话 偏珊瑚橘粉色 这个是一个 粉 比较粉的一个颜色 所以呢 这里面我觉得是没有适合 我来修鼻影的一个颜色 这个对我来说太深了 从它的包装上来说呢 是一个那种纸壳子的 就不是说特别有质感吧 再从它的这个 再从它的这个粉质上来说 它这个高光的粉质是一个比较粗糙的粉质 然后光泽感呢 也不是很好看 这个修容色的话 有一点太红了 一般的话也不是特别适合来修容 我觉得比较可以用到的是这个腮红色 它是有一点点偏珊瑚橘粉的那么一个感觉 上了脸之后应该是会比较少女的 这个的话就比较桃红了 我自己本身是不会用到这么艳的一个颜色的 所以这一盘呢我个人的意见不是说 就是在他们家所有的产品里 我不是非常的推荐 腮红它们是只记了一个颜色 是这个494 Just Rosy 是这样一个桃红色吗 我来涂一下吧 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不太会用这种颜色的腮红的 但是今天因为我的眼妆也是比较粉的嘛 所以就用这个腮红看看是什么效果 它这个腮红非常非常的上色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 把这个粉抖一下 要不然的话会非常的奇怪 这个颜色的话 我就是淡淡的在脸上扫了一层 我觉得它是有一点点的光泽感的 可以看到吗 就是会让你的皮肤 有一点特别特别自然的光泽感 其实在脸上看起来不是那种很不化妆的颜色 我觉得还挺可爱 挺少女的那种颜色吧 接下来我们来上一个高光好了 高光它是单独寄了一个这个高光盘 这个应该是高光吧 它的这个光泽嘛 这里我之前摸了一下 所以它是有一点反光的 然后把这个试在刚才四色盘高光的旁边 这个是你的四色盘高光 基本上存在感非常的低 这个高光就明显美了很多 我现在先涂一下 拿一个小的高光刷 这个光泽还是可以 这边就是这边就是皮肤自然的光泽感 这边就是打了高光的 然后鼻头和鼻梁都来一点 这个高光是一个比较偏金色的那种 可以看出来吧 但是这个高光的话 我觉得它稍稍有一点点显皮肤的纹理 会让你的这边的纹理看起来比较明显的那种 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妆了 然后最后一步就是来涂口红 口红这一步呢 我有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 就是这个 这个橘色的遮瑕 你们看它的颜色 你们看它的颜色 真的非常的橘有没有 所以而且这个颜色啊 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土橘色 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用它来 给嘴唇打个底 我们先来试一下啊 如果不行的话 就把它再擦掉 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有没有 老实说 这个颜色用来做口红 就是 真的是蛮可爱的一个颜色 而且这个颜色 你把它稍微晕开 我觉得来做腮红也很好看 今天就先不做腮红了 就直接来涂那个口红吧 口红的话我是收到了这两个颜色 一个是比较橘的 一个是比较偏紫红色的 我当然是会用这个橘色啦 但是也都还是给你们试一下颜色吧 这个质地质感呢 这个质感呢 就是上嘴之后 在你皮肤上呈现的一个质感的话 就是一个漆光的那种 可以看到吗 像是那种反光的油漆的一个感觉 不是说那种纯雾面的那种 我就直接上嘴给你们试一下 这个颜色 这个橘色 好 它是蛮荧光的那种 用手把它的边缘虚化一下 这样看起来不会太严肃 然后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今天用到 我觉得是可以 是可以去尝试的一些产品 他们家的遮瑕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特别是这个绿色的遮瑕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你就可以去遮你的红色痘印啊 一些红血丝和泛红的部位 如果你觉得它的这个色调太绿了 你就可以调和一下 用比较浅色的遮瑕去调和一下 就可以让这个绿色的遮瑕 更加自然 更加实用 你可以用来遮黑眼圈 就没有那么严重的黑眼圈 或者是用这个浅色来做 眼下的提亮我觉得都是挺好的 所以这个遮瑕我觉得是 以它的价格来说 这个遮瑕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产品了 第二样我觉得也非常好的 那肯定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白色的万能调和粉底液了 像我之前说的你买到了深色的粉底色号 你就拿这个白色的来调和 不管是什么牌子都是可以用到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 这个毛孔填补 毛孔隐形的一个妆前 它这个妆前呢 就是像很多的同类填补毛孔的产品一样 帮你填补毛孔和一些皮肤纹理比较粗糙的地方 让你后续的底妆看起来更加的丝滑更服贴 然后它这个小小支真的是很便携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值得买的 最后的一个我觉得特别值得买的 就是他们家这个眼影 我推荐的这几个产品 它是我没有给他们排名词 没有说第一个说的就第一好用那种 因为这个眼影呢真的是 不管是你们在我的视频里看到也好 还是很久以前在别人的视频里看到也好 它这个眼影的口碑都是非常好的 首先就是因为它的包装特别的厚实 质感很好 其次就是眼影的颜色 它搭配的都非常非常的实用 它这个眼影的搭配呢 都是同色系 由浅到深的这样的一个配色 所以就算你是新手 你不知道怎么去搭配眼影 你也可以根据它这个盘子 给你搭配好的这样子的 去做一个比较 就是去画一个比较层次的眼妆 好啦 这个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希望你可以给我点赞 收藏 评论 弹幕 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